好新北三重发生的一家三代灭门血案 24岁的张姓女婿坦诚犯案 而她行凶之后还一路逃到了台中 租房子来躲避警方追气 不过专案小组彻夜追查 遭就已经锁定她的位置 警察在12号的早上不到6点钟 也在这个嫌犯躲藏的地点附近的一间宫庙 等待这个庙门一开就抢投降 马上进去拜拜 祈求这个追捕的过程能够顺利 回起当时这两名刑警 清晨6点多就已经在宫庙对面等候了 两人陆续下车就到主神殿 向三官大帝还有城皇爷来拜拜 主意禀报 希望神明能够帮忙 两名刑警的过程大概花了一分多钟 拜晚就快速的离开 而庙方是直到新闻报道之后 她才知道原来是刑警来拜拜 希望神明可以给予指点 直恰巧案件在两位刑警拜完之后 就出现了转机 就像庙方人员觉得相当神奇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